佛经上说 心静国土静 那么一般人呢都会直接反映 这个静是指安静的静 那么究竟是清静的静 还是安静的静呢 又为什么是心里清静 国土就清静 而不是心里安静 国土就清静呢 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这里面讲的两个静子 把我弄糊涂了 一般的人大概也可能糊里糊涂 因为有的人说 心静自然凉 有这样子讲吗 心安静的时候呢 这么热的天 也觉得蛮清凉的 这是心静自然凉 这是非常安静的静 可是呢 《维摩经》里边讲的 心静国土静的静呢 是净土的静 是清静的静 是三点水的静子 三点水的静呢 就是跟脏乱相反的 我们不是安静 而是清静 可是安静宁静 算不算是净土呢 不一定 安静宁静的地方 也可能是净土 因为没有任何喧哗 可能是 可是呢 我们在《弥陀经》里边看到 在西方极乐世界呢 有什么啊 有去从杭树 去从罗瓦 每一个树一 树一跟树一之间的 风吹着动的时候 彼此互相摩擦的时候啊 会产生一种啊 非常鱼耳的音乐出来的 那可见那个地方不是啊 那么宁静啊 一点声音也没有 不是治安 平安 但是呢 不是啊 一点声音也没有 任何动物 植物 矿物 任何的东西 他们发出的声音啊 全部都是啊 一种音乐声 这些音乐声在做什么 念佛 念法 念声 都是啊 他们这个声音是这样子 而且呢 还叫我们呢 念佛 念法 念声 可见那边的并不是啊 没有声音 可是呢 在净土里边 有没有动作呢 有 净土里边 不是释迦牟尼佛 各种各样的佛 在他们的福国净土里边 都会说法度众生 还有 维墓经里边呢 看到 维墓的帐色里边呢 说维墓经 还有啊 天女在说什么 天女拿着花拦着什么 拿着扇花 那是动的 所以是并不是啊 完全是安静的静 宁静的静 可能是安静 可能是宁静 但是福国净土里边 有动作 有声音 在都是 动作声音都是在做什么 做的是服事 因此我们的心静 国土静的静 不是啊 心静 自然凉的那个静 那个层次不大一样 安静的静 和清静的静 安静 我们呢 一时间可以做得到 宁静 我们的静坐的时候啊 心里边 就可以啊 安静下来 是不是清静了呢 不一定 清静了 有程度的一种啊 心中没有烦恼 这是清静 另外一种啊 心中有有智慧 这是清静 智慧啊 是不受 不受啊 任何环境里边的影响 环境里边 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情况 对他来讲 既不受刺激 也不受诱惑 既不受啊 威胁 也不受利诱 才是明是税 对他来讲 完全没有作用 这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心 这是清静的心 清静的心 很可能是安静的心 但是呢 不一定就是安静的心 因此福国净土里边 的心呢 只要我们心能够清静 就能够体会到福国净土是什么 当我们的心不能清静的时候 没有办法体会到福国净土是什么 因此在我们要练习 练习心中啊 不要有贪心 诚恨心 愚痴心 愚痴心 骄傲心 嫉妒心 嫉妒心 怀疑心 这些比计较心 这些比计较的心 全部都给他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个叫做心经 心能够清静了 那就是见到的世界就是清静的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他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 他说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清静的 在维墨经上也是这么说 维墨经呢 是维墨菩萨在印度说的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就问他 是不是说你心境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苏婆世界就是一个净土呢 说是 但是怎么会是呢 第一个 佛用神通啊 佛用夫的智慧显现给你看 借夫的功德 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是净土 第二 如果你自己的烦恼全部断尽了 你看到这个世界也都是净土 虽然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众生呢 还是反夫 还是那边杀盗 邪淫 妄语 吸酒 赌博 样样都有 但是呢对佛来讲没有印象 对一个心中没有烦恼的人 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罪恶的事 这叫做心境 故土经 所以是我们提倡人间净土呢 希望我们自己的心能够清净呢 人间净土就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阿弥陀佛